在8点52分的时候 台北捷运文湖县一辆开往南港展览馆方向的列车 在南京东路站停靠的时候 车上的乘客闻到了一股交位 而捷运公司是紧急的疏散了车上的250名乘客 而且呢这辆列车也已经被移往检修厂 现场最新的状况立刻连线给我们的记者王宜安 好主播观众 文湖县是再度又传出状况了 在今天早上8点52分的时候呢 台北捷运文湖县一辆开往北上列车 准备前往这个南港展览馆方向的列车呢 在南京东路站停靠时 车上的乘客是突然闻到一股交位 而捷运公司在刚刚呢 是紧急疏散了车上250位的乘客 而目前初不了解呢 是捷运的刹车出了问题 才会传出这个烧焦的味道 而目前呢 这辆列车已经被移往这个检修厂来检查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而目前整个文湖县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运了 而稍后有什么最新的状况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 我们下期再见